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剧 叫做《24小时》 这部美剧我看过第一季 我忘了是多少集了 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部美国电视剧 那么这部电视剧是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整个一季的节目 都是发生在24小时之内的 看着很过瘾 非常的紧张 刺激 我们今天也感受到了一种 24小时的刺激和紧张 因为就在明天的午夜 美国大选将迎来最终的结果 明天美国人将进行投票 当然有很多人现在已经 投出了自己的票 已经提前投票了 但是明天是真正的大选日 也是最终结果会出现的时候 明天的晚上 有可能12点出不来结果的话 最晚可能到凌晨的两三点 也差不多能够出结果了 有一些周比较晚 有些周比较早一点 有些周可能到明天下午 15点的时候 开始计票了就 那么有些周到晚上9点的时候 可能就停止收票了 开始计算了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大概明天晚上12点左右 我们就能知道 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了 这个紧张刺激 确实是我们前所未有的 很多人都觉得说 川普赢定了 也有人说 拜登赢定了 如果用理性思维去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无法预测 你的预测完全是建立在你支持谁的基础上的 你支持拜登肯定认为拜登获选 如果你支持川普的话 你觉得川普肯定没有问题 对吧 这是因为你支持他 你很难见到支持拜登的人说 这次肯定川普赢 你也很难找到支持川普的人 说拜登肯定赢 你找到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因为大家都是沉浸在选战当中 被情绪左右了你的理性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分析 理性的分析票数 和他的计算票数的背后的逻辑的话 我们应该知道这次大选的结果 只有在明天午夜 我们才能够揭晓 当然如果经过计算的话 可能有人就已经宣布自己失败了 或者是已经宣布自己连任了 提前宣布了 因为后面的机票 即使没有出来也没有关系了 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次大选 我们要看什么样指标 就说为什么我这个节目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进行斩钉截铁的预测 虽然我昨天在推特上面发了一条 我说我已经下注了 对吧 我在网上有一些赌博的网站 我已经下注了 我下注那完全是一个小赌疫情 我知道有可能会输 输了就输了 没关系 所以说我这下注只是一个游戏 在玩 我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我一定就是对的 我一定选择的是对的 所以他要赌博 所以他要赌 就是赌一把 明明现在的拜登的势头 或特别是民调 是遥遥领先的 我仍然赌了 川普会赢 那是因为我要赌一把 而并不是我真的认为 川普一定会赢 为什么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我跟其他的支持川普连任的 这些自媒体也好 这些评论人士也好 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很难通过我的理性思维 最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说川普一定赢 当然了 我们希望川普赢 希望川普连任 这是我之前已经做出的一个 公开的一个立场了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他怎么才能赢 首先我们要看就是预测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看的一个指标 就是民调 虽然现在很多的民调是不靠谱的 虽然民调绝对不能够百分之百 最终跟这个结果是吻合的 但是他至少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接近科学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指标 除了这个民调以外 你很难拿到另外的指标来证明 可能义务指数 可能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我也觉得也不能够真正的预测 义务指数只能证明哪个候选人 他的在相关产品上面的投入更多一点 但是不能够证明 就是说他获得的票数更多 这个只是marketing 一个营销策略 市场营销的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除了义务以外 还有一个指标 也是民间的民科的指标 就是竞选经费 如果按照竞选经费的话 那很明显 拜登的竞选经费要远远超过川普 对吧 所以说不管是印衣服印的多少 印帽子印多少 还是筹集的资金多少 都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 那么民调是唯一相对来说 这么多年了 运行的相对说比较良好的 虽然他也预测错误过 但是在很多很多情况下 还是预测对的 比如说中期选举 我们看到了预测的就很准 所以说民调不能够完全 我们认为是不靠谱的 那么民调当然你要看是谁做的民调 对不对 有人支持川普 那做的民调可能就会倾向于川普 支持拜登那就倾向于拜登 但是大多数的民调 相对说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 另外我们看到了 即使所有支持川普的这些民调 绝大多数也仍然认为 拜登的选情更加乐观 比如说最大的媒体就是福克斯 福克斯到今天的民调 也仍然是川普落后于拜登的 我们看一下BBC的民调 英国的BBC 那么BBC的民调就是拜登是52% 川普是43% 这个差距有一点点大 那么我们如果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看Real Clear他这个网站 他会把很多的民调收集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平均 那么这里面统计的民调 这个名单是非常长的 这个网页没有全部显示出来 那么包括外国的网站 外国的民调 比如说经济学生做的 比如说BBC做的 也有美国本土的各种各样的民调 不管是支持川普的福克斯做的 还是反对川普的CNN做的 这些都有 还有中立的一些 比如像CNBC的 ABC的 The Hill这些 全部加进去 他们最后得出这样的一个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现在是 拜登领先川普6.8% 6.8%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我们看到最后到了10月份 这跟我之前分析的很相近 就是在10月中旬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川普在增加 当然了 我不能说这一定是跟拜登的什么硬盘门是有关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临近大选的时候 川普的民调是在往上走的 最近这半个月是在往上走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 我之前做了一期节目 我说现在选情堪忧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 选情很低迷的时候 确实是双方的差距拉得非常大 而且是在 拉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但是最近这半个月 我说了要有10月惊奇 对吧 果然出现10月惊奇 一个就是他本人演绎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的问题 拜登丑闻的问题 总之就是经过10月惊奇 确实川普在上升 川普的民调上升 那么如果把这些民调全部统计在一起 做一个平均值的话 现在是6.8% 那么我们记得当年 川普落后于希拉里是4% 那么4%现在是6% 差不太多 所以说仍然我们认为 川普是有胜选的机会的 那么胜选机会在什么位置呢 这就是我们要参考一下2016年的选举 胜选的地方就在于那些重要的关键州 那几个摇摆州 也就这么三四个 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而川普必须拿下这三四个摇摆州 才有可能战胜拜登 因为他的总票数是 大家都知道 2016年是落后希拉里的 希拉里赢了300多万票 对吧 多赢了300多万票 最后还是输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几个关键州 而这几个关键州 我们简单看一下 其中一个就是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对川普来说是重中之重 目前按照平均值的算法的话 在佛罗里达州 川普现在落后拜登 1.7个百分点 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也就是双方是持平的 可以说是非常胶着的一个状态 这跟2016年的情况非常相近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在佛罗里达州 川普是赢了希拉里1.2% 就这么少的比例 就这么点票 赢了希拉里 赢了那几十张选举人票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他们差距是极小的 佛罗里达州一共是有940万票的 在当时川普只赢了1.2% 也就是大概11万票左右 940万票里边 川普将将的赢了11万票 才拿下了整个州 整个佛罗里达州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宾州 现在平均的民调是拜登领先川普2.9% 这个仍然是非常少的 那么在宾州 我们看2016年的时候 当时川普在620万票里边 只赢了4万多票 620万票里头只赢了4万多票 拿下了宾州 这就是为什么 你很难说川普一定拿下佛罗里达州 一定拿下这几个关键州 因为他只有拿下这关键州 才能够赢 而佛罗里达州 如果他拿下来的话 他还得拿其他几个州 比如说威斯康星 比如说宾州 就是说这次川普的选举 如果他想战胜拜登的话 就在这几个关键州的 这几万票而已 就是说最后就是 这可能十几万二十万票 最终决定了 川普是不是能够连任 就是1.5亿人里边 1.5亿个选票里边 就那么十几万二十万票 来决定谁能够获选 川普是不是能够连任 我请问你怎么预测 你怎么预测 这十几万人怎么投 你可以预测一个大的数 你可以预测一个宏观的 但是你预测不了 这摇摆州的 非常微弱的优势 或者是劣势 这非常非常微弱的 他只要输一个 两个关键州 川普可能就跟连任无缘了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预测都是扯淡 所有的预测都是不准的 我们看民调也只是一个参考 民调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说川普一定会输掉 这几个关键州 虽然拜登是领先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民调就是一个参考的指标而已 他不能够反映最终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看了民调 我们了解了 就是这几个关键州的 这几十万票 而且是小几十万票 将决定未来美国四年的 整个国家的命运 整个国家的一个走向 这就为什么通过理性的分析 你就明白了 不能够预测 预测的话 如果你赌不到 赌了整个身家的话 你可能会输得很惨 或者你得心脏病 所以我觉得这次大选最终 明天午夜的时候 可能美国的急救车要不够用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心脏病 因为太紧张了 而且最终还会有 至少有一半人会被打脸 对吧 就是敢于预测的 大胆预测的 斩经截铁预测的那些人 我估计有一半人将 可能会被打脸 狠狠的打脸 为了避免被打脸 我们就不预测了 但是我们会跟大家去讲 讲明白这个道理 这背后的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对吧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清晰的去认识 这次的选举 那么我们最后再讲一讲 就是说对川普连任来讲 有利的地方是什么 不利的地方是什么 有利的地方 他是连任 连任实际上是占优的 有优势的 第二就是疫情造成了美国的经济的问题 并不是川普的责任 川普把锅要甩给中国 他在第二场辩论的时候 其实也强调了 就是他的功绩 对吧 他不管是对少数族裔 对黑人的修改司法体制也好 或者是拨款也好 或者是让经济好转 让少数族裔也好 或者所有这些人 他们的失业率降低 降到历史最低点 对吧 这些都是他过去 在疫情之前的所有的成绩 当然了 疫情之后 他在国际上面也有一些成绩 这个成绩 我们可以深入去谈 说是不是真正的成绩 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朝鲜的问题 不管是中东的问题 他处理的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是有优势的 那么当然他也有一定的劣势 在劣势什么呢 我们看到ABC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投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而大多数年轻人 都会自认为自己是自由派 或者是倾向于民主党的 这个可能是川普的 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看比如说乔治亚州 18到24岁 这个年龄段的注册的选民 增加了34% 另外18岁到29岁 这个连龄段 美国的这些提前投票的数字 也增加了30%到39% 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 都动作起来了 这对川普来说 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要感谢 美国的选举制度 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 美国的选举要是公平的 有一些州 其实是小州 人口比较少 它也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说像加州这样 人口的大州 它的选举人票 也就是那么多 跟这些小州比起来 没有占特别大的优势 它跟人口的比例 是不一样的 毕竟美国是合众国 除非你说要修改 整个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名字 也不能叫做 美利坚合众国了 全部改变 然后全民普选 谁票数多 谁就占优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2016年西大里 就应当选了 对吧 所以说按照 美国的选举的机制 由美国的国父们 他们制定的 非常公平的 非常有智慧的 非常有前瞻性的 保证美国各州的权益的 因为毕竟美国的国家的建立 就是各州联合起来 所以说你当然要维护 各州的权益了 即使是这些农业州也好 或者是一些人口 比较稀疏的州 人口比较少的州 你必须要把它平等来看待 你不能说你是小州 你人口少我就可以欺负你 所以说即使 比如说加州的年轻人 投票多了 他最后也只能是说 总的票数 民主党更多了 但并不一定 按照美国的选举机制 并不一定 共和党就一定选不上了 川普在加州 是肯定赢不了的 对吧 为什么还要惦记他 对不对 你再多人去投票 你就是5亿人去投票 也没有用 你这个还是只是一个州而已 反正选举选票肯定是输的 我就放弃了 关键就是在那几个关键州 那几个摇摆州 才是决定性的 所以这个消息 虽然对川普来说 可能不是个好消息 对共和党来说 不是个好消息 但是也没那么坏 总之 我们今天没法进行预测 虽然我们看到了 川普的阵势很强大 他的选民都非常的热情 开着车 去摇旗呐喊 但是还是那句话 拜登虽然那边的竞选的活动 冷冷清清 但是大家要注意 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一个 川普必胜的一个理由 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因为很多的选民 他根本就不喜欢拜登 他只是更讨厌川普而已 所以说拜登的竞选机会 他不愿意参加 我没有那么热情 对拜登没有那么热情 但是他为什么会投票选拜登 就是因为他想把川普给投下去 这种人很多很多 所以你不能看拜登 没几个支持者 好像就是没人会投他 并不是一定这样的 情况并不是这样 所以说总之 总之就是说 我们不进行预测 我们只能等到明天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结果 我们到时候再来分析 川普是胜还是败 他怎么胜的 他怎么败的 他胜了之后 美国是什么样 拜登胜了之后 美国是什么样 我们未来会详细的 不同层次的 不同角度的来做全面的分析 那么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析到这儿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看到有一半的观众 只是观看节目没有订阅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 有些订阅了 却是被YouTube给取关了 自动取关 这个是YouTube的问题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获得更新的提醒 因为旁边有一个铃铛 你也可以点击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也就是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